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 走開 SX FIGURE, SHIN URUTORAMA, MEPHILAS 今天和大家開明飛拉星人 SHIN URUTORAMA 中一個很重要的奸角 風度偏偏的紳士 AA制就是我最喜歡的說話 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與RUTORAMA接近擁有相同的力量 亦有BETA的力量 可以任意把自己或人類變大縮小 與軍方希望達成和約 藉此希望統治地球 一個充滿野心的野心家 很特別的角色 舊作已經與RUTORAMA打成平手 所以新的先RUTORAMA 亦是與RUTORAMA打到五波 好 這東西很瘦 它送的東西也挺多 轉個圈看看 前面 站不穩 側面 後面 還有後面 重心很差 實際太幼 上重下輕的問題很嚴重 整隻腳像榴槤一樣 很刺手 全部都在釘刺下身 另外後面又是這樣的 劇中 整隻是CG造 很平滑 一看公仔 反而更加有層次感 一層層的Layer 好 樣子 經典的Mabita星人 藍色眼金色咀 加上銀色邊 向舊那隻致敬 真是瘋 舊那隻 就是中年阿叔大肥佬 新舊版對比相影成趣 但是 它還保持到那個印象 仍然殘留很多 冥菲拉星人的特徵 新設計是挺有趣的 試一試可動 手可以舉到這麼高 背部的蟑螂翼 有點危險 因為蟑螂翼很薄 整塊薯片 有點容易弄斷 走走 好 天長十字鳳 嘩 它的頭 很有趣 這個是頸 是不是頸 不知道 有舊 前面的頭 就是靠這個樣子 真是 很狠的樣子 就這樣 有少少 動一下 整個EVA 真是 糟了 我有些 不知道怎樣玩 平時 玩開XHF 可動位是完全不同的 嘗試一下腳 腳 一下子扭到這麼高 基本可動 上半身比較有趣 嘩 OK 我們試試 那些 拍視線 也挺多的 看看 這個像打火機 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BETA BOX的啟動器 因為它有個BETA BOX 說這個 BOX 隱藏了BETA力量 如果 如果 給了這個 BETA力量 給人類的話 人類都可以使用到 好像 Ultaraman 這樣的能力 當然 最後就被Ultaraman 阻止了 嘩 這個手 挺有趣的 神經病 它不是這樣拿東西 它是手 這樣 抹開兩邊 來 拿東西 這個手 好像搶回BETA BOX 搶回BETA BOX 那時用 嘩 這個光線 是舊版的 冥菲拉星人 也有 成名必殺技 和這個M78 光線 也是打成平手 新版 也有 必殺技 光線 Effect 這次 冥菲拉星人 又有 DLC 給 這個 Ultaraman 就是這個 拿著 BETA BOX 的手型 Ultaraman 覺得 人類不宜 這麼快就擁有BETA的力量 因為它知道軍方一定會用這個力量去製造戰爭 人類不適宜這麼快就有Ultaraman的力量 所以最後它是一夜搶回BETA BOX 是不讓人類有的 所以就有手型去駕駛 我不知道對這個畫面很深印象 因為兩個起了一個很肉酸的飛腿 大家互撼 很噁心的動作 因為本身冥菲拉星人 其實對這個Ultaraman 都是有些 上色 星星相識 但是 當然Ultaraman 就不聽它怎樣 不會統治人類 和它合作 當然就不會 結果兩個理念不同 最後要大打出手 原本打到五五波 甚至乎冥菲拉星人 其實可以砌下Ultaraman 但是最後 左飛介入 看到左飛 走了 不好意思 走了 走了 顯到左飛超厲害 這個情境 我自己是 整個Ultaraman 都很深印象 這個 冥菲拉星人 其實我覺得挺有型的 新版這個 更加顯到 除了好抽之外 很有智慧 很有頭腦 很有野心 挺喜歡這個新版的 冥菲拉星人 不過唯獨我覺得 《鵬野壽名》 太過得憎心 同一部電影 其實無需出這麼多 一次過出這麼多奸角 純粹自己貪心 想出更多奸角 每一隻自己都喜歡 不知出哪一隻好 結果全部出完 這部電影前期有 《鵬野壽名》 《鵬野壽名》 我覺得兩個角色 是撞了 因為兩個都是用計 奸奸搞搞 騙人類 智者 如果前半期沒有了 《鵬野壽名》 直接把蝙蝠放在 冥菲拉星人 我感覺會更好 出完這隻之後 不知下隻會出《鵬野壽名》 因為《鵬野壽名》 後面是透明的 我也想看看 《鵬野壽名》 如何出發 今集暫時先玩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SWAT